Hello 大家好 我是表嫂 我是曼曼 今天我买了两只一只一斤多的虎鱼 然后请曼曼过来跟我一起处理它 它的刺很可怕 好丑啊这个鱼 就是长得很凶的那种 它生气的会立起来它的刺 这个刺很毒 如果被它扎到的话一定要去医院 这个一斤多的是比较少见的 一斤以下的话一般是一两百的一个价位 这个一斤以上老板说一斤要四百二 然后这两只总共是两斤六两 差不多是一千一的一个价格 这两只是一只直接清蒸 然后一只我们就直接炖 炖它我都不处理 因为这个刺其实它是比较清凉降火 小孩子就是有倒汗啊 然后预防感冒吃这个很好 然后我是整条要拿进去炖 倒入那个白酒 然后倒入开水 过过它的刺 清炖就是大火十分钟 然后小火再五分钟 炭已经熟了 很香哦 看这个刺原汁原味 加一点盐哦 用那个酒给它泡一下 给它添点酒把它弄醉 这个是高度的药酒 它刚才可能吃那个酒浓度太高了 慢慢地帮我压住它 我来剪 已经给它剪干净了 现在我要开始给它处理一下肚子 这个是它的余度哦 这个余度是脆脆的 吃饭的是废水哦 先给它蒸八分钟 这个余度是脆脆的 这个是它的余度哦 这个余度是脆脆的 吃饭的是废水哦 下锅 倒下那个热油 成了 其实这个虎鱼真的最好的煮法应该就是这两种 炖还有蒸 我们盛一下吧 帮你盛一个 谢谢 其实也就备上那两排了 其他都是五桶 它的肉很嫩 这个鱼的鱼肉很好吃 它的肉很细腻 试一下 就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应该脸颊旁边的肉是最嫩的 尝一下这个干 而且这个鱼的鱼刺都是那种大的刺 不会出很多那种小小的 这个干好好吃 很难吃了 这个干味道真的很好 对呀 这个干好好吃 而且它这个皮跟其他鱼的鱼皮感觉不一样 薄薄的那种 吃一下这个皮 这皮也好吃 嗯 这是它的那个肚 这个鱼其实我是第一次吃到它清蒸的 因为那个小小子的没法清蒸 这个鱼虽然说价格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算高的 因为它夏天吃是很清凉降火 很有好处 它的每个部位都很好吃 真的真的很好吃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